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WaWoodie,好消气影评 今天讲一下,机动战士高达,伏仇的安云曲 英文是Gundam Requiem for Phantasy 不知不觉,45年了,6集的机动战士高达动画 我看了4集,都够资料评论 在死忠的师兄面前,容养我帮龙患虎少少 其实高达我不是最熟悉的 我是喜欢机器,但是故事一向是一般 大家一路预备的时候,会越来越多东西讲 IMDB给到6.5分,接近7分,其实都高分 Rotten Tomato 低分,观众就给到55% 那我拿到中间的位置 我想我是给到6分至6.5分 怎样说好呢,它是有很好的地方 有非常好的元素 也有非常差的元素 它可以瞬间令你入气,也可以突然令你出气 首先讲讲高达的资料背景 它现在的时间线在哪里 然后就先赚后弹 小小弹多多趣 其实高达卡通 就自1979年4月 就在日本开始首播 故事背景呢,首先你要明白 什么叫自户 和什么叫地球联邦军 故事里面有分到Xeon 就是自户公国 和地球联邦军,简称EFF 当时我们小小的时候 我还没看 我们大过后才补体 那时就知道阿宝 坐上一个高达RX-78 那时小小看 我们私人为主 就觉得地球联邦军是好的 自户就是差的 但是大过后 其实这个二分法是否最准确呢 故事背景就是与着的年份 在UC79年 一年之间它发生在自户 和地球联邦军之间 故事背景就是 其实不够将来 地球的人口爆棚 资源也有限 所以人类就要移居去太空 在太空建立不同的宇宙殖民站 但久而久之 宇宙的人造卫星就想独立 地球联邦军 其实变相越来越压榨 所以那个战争的導火线 就是这样引起的 我们小时候看的时候 就很快就假设了 自户就是坏的 去争取独立不择手段 但其实反过来 他们为什么要独立呢 其实都是地球联邦军压榨他们 在地球联邦军的角度里 他们觉得自户是侵略地球 其实公说公有女 婆说婆有你 我到大过了的时候回望 我不知道 纯粹是各大50大阪 不过请说一个虚构故事 按不同的年日 加增不同的资料的时候 很难顶断谁是谁非 所以就不再讨论 究竟是联邦错点 还是自户错点 有时在这个故事里 未必有绝对对错 所以有些师兄会觉得 某一方面 就像纳粹德军 我这里就不再作讨论 因为这样拗的时候 有时间拗 一连战争里面 都有很多经典的 其中一幕就是 马沙 这一幕架架 驾驶着一个无脚的自户号 跟地球联邦军的高达 RX782 展开对决 最后高达的头都没有了 而自户号呢 只剩下一个头 高达很帅的 向天举枪射 射穿了自户号的头 即是说回 男人爱高达 女人不明白 又或者慢慢说回 这个时候 男人都喜欢玩娃 有些女人都喜欢玩高达 其实我都喜欢不同的机体 其实高达 每人都喜欢的 RX78 OK MK2 我特别是喜欢的 因为它改良了以前 最初代高达的时候 那个奪样 如果你看回电视剧宅的时候 其实是很奪的 即是那个年代 70年代 除了是MK2高达 我其实都喜欢拿股 有时都是男人的浪漫 亦都喜欢老虎 预测世纪0079年之后 就到奥干 就是0087到0088的时候 奥干 由地球联邦军 和若干 舊治护公国军人 组成的反地球联邦军组织 我喜欢奥干的机体 尤其是白色 而是高达 那些都喜欢的 但又不代表 我不喜欢太坦斯那边 其实MK2 其实是泰坦斯那边 就是被奥干 抢奪了 最后改色 变了MK2 去到UC93 又是几年之后 我喜欢RX93 New Gundam 那个时候 小学放学 一定经过文具泡 就将那盒 无形拿上手 仔细地欣赏 box art 和别人组成 然后就放下 都风血不改 每次放学 经过文具泡的时候 就会进去看 看完 看了 就当买了 又放下 500不特斯 二端 我都喜欢的 不过这些 再说 其实新构机体 都有很多改动 如果你说模型 来说 就算元祖高达 都出过2.0 3.0 尺寸来说 有MG 然后有RG 然后有Mega Size 所以其实无论在Size 和外形 他都有很多改良 也有美型 但如果按换句文字座 他的做法 其实他有时候 都会买一些老毛 贪的是什么呢 就是昔日的情怀 真是无可取替的 就算你今天 你怎样美型化 都好 分析挺漂亮 但是 都不可以完全取对 小孩子 二时的时候 那种元祖高达的情怀 我这么久 就说一说 我们一些老鬼的情怀 现在一套安云曲的时间线 我重复一下 其实就是0079年 一年战争爆发 一个月后 继续说到 自护军和地球联邦军 在地上继续激战 不过要赚的是什么呢 他用了新的角度 就是用了自护的角度 这个是小见的 现在开始赚的方面 以前也有渣古的角度 有的 是0080那个时代 我记得 那时候还没见过 渣古可以这么凌硬 这么悲壮 一个斧头 其实斧头是不够那把激光剑斗的 即是你兵器一寸短 一寸险 激光剑这么长 那把斧头得那么短 但是故事主要是 那时候駕鞋主要 渣古和高达决一死战 0080的里面 他用斧头 砍了高达的头 但是当然 高达的激光剑 贯穿了駕鞋 所以壮烈牺牲 这个故事 一来是第一次 首次 是用渣古的角度 男影的浪漫 你明知道是输 他也是迎难而上 最后战死沙场 但是那个结局 其实是没意思的 因为几日之后 一年战争宣布结束 那他死来为什麽呢 他就是为了他的梦想 或者他的坚持 去死 慷慨就意 但是令到他身边人 即是痛喝流淡 他的死 完全改变不了他的战争 甚至是很无谓的 所以这个故事 无论在画面震撼 渣古的角度 男影的浪漫 一个斧头 砍了高达的头 以前没见过 而且故事的结局 是很凄美的 令到他的心戚戚言 过了那么久 我仍然是记得 另一个故事 令我来心戚戚言 就是铁血沽义 那他巴巴托斯的机体 我很喜欢的 那铁华团整个结局 就是所有人 含家富贵死了 而且这个死 都是没意义的 改变不了历史 扭住不了命运的齿论 还有新元素 就是今次用了雷角 其实喜庸女主角 女主角做英雄 就未必一定是 极端女性主义的 例如你 异形这样 Ridley 帅哥尼韦花 有时用女英雄 其实是可以的 又或者你Battle Angel 统梦 亦都是女主角 但是看看之后 内容是怎样 今次用了一个女主角的向导 作为一个自护君人的角度 作为一个妈妈的角度 我觉得是挺特别的 挺新鲜 这个角度 最好就是 他不单止是在机体里面战斗 其实也有很多时间在地面 譬如没有铁铁 就缺少许乘免 但romani 有机装坏 地上另一面子 自护君不足够 也会变腾 INO 后来 就在《The Kingdom》2007年 他说到沙迪亚伯的美军军事基地受炸弹集击 但这部电影的精彩就是 第一次我们看到是 Double Suicide Bombing 第一次爆 那就糟糕了 死了很多人 等到很多人去救援的时候又怎样 爆第二次 非常震撼 他这次第一集都有这种元素 我觉得是精彩的 除了女主角在身向 刚才说了除了女主角自护军人的角度之外 这次女主角也有点像 Spyder Sense 他可以感觉到未来有危机 叫大家走啊 不止一次 开始会觉得好像很老套 但当他去到第五集的时候 就有解释 解得通 除了自护女军人的角度 也有渣古的视点 因为这次主角竟然是渣古 对付白色的恶魔 高达 其实白色恶魔的Terms 其实一组电视剧已经有了 不过这次再重新再提一次 并且这个形象也好出 这个联邦军的高达 真的好像恶魔一样 有些鬼佬说到 这个是War Crime Gundam 这个是 战争罪犯来的 又或者这个Stalker Gundam 时时吊住你尾 杀死你去不甘心 这个渣古角度是个人的 和弱弱的渣古 对比强大的白色恶魔的时候 这个强领的对比也好看 最后一些赞位就是什么呢 其实撇开故事来说 我喜欢渣古的机设 无论是正规军的渣古 或者是左臭右平的 临时渣古都好 其实都很有型 我喜欢它的黑线 黑线令到机体感到真实 因为正常来说 你出厂的机械 你没理由一块过的铁片 正常你的外壳装甲 应该由不同的组件组成 成为形成那种黑线 所以6集的渣古设定 黑线 其实我觉得是写实和仔细的 就是那个渣古的尾指 是很不错 白色高达就算了 我稍后再弹 还有每一集的开场音乐 和每一集的开场片段 都会让你看到 渣古駕鞋 的外甲内甲 开合过程 特别是有一个写实感 进去慢慢着异性 我挺喜欢这种写实的战争感觉 既然讲渣古也讲多一点 例如渣古有两条喉 留意英文名叫mobo shoot mobo就是美式读音 mobal 是英式 我读回mobo shoot 跟着美式 mobo shoot里面 本身的设计 大河原邦南或高达原来的设计 就是 1比1的真人着装 纯粹是穿一个装甲 真是mobo shoot 为什么有条喉呢 因为要呼吸 就是这样 但是慢慢过不了主篇 因为那时流行的就是巨大机下人 你仍然是一个真人着装 不够照 就画大正一点 所以最后就变了现在的高达 大概都是 5、6层楼高 有段谷 所以为什么持有条喉呢 因为原来本身是被真人着的 但是现在最后变了机下人 仍然都称呼他为mobo shoot 所以简称为ms 还有几个站位的 初时呢 我都不太明白为什么用一个大笔钟 有时就拿一个碗标出来 就好像光之练金术士 这个象征符号其实有意思 去到第3集就有解释了 我喜欢象征符号 挺好的 还有就是 战争残好 资源又有限 他怎么去表达呢 就算是一帮自户的残兵败楼 都好 你去到一个自户的check point 那个地方的人都不想收楼器 因为他都不够资源 不够食物 我觉得这些写实位又不错 就好像刚才我之前说的 爆炸那一幕 都不错 还有呢 我看到第5幕开头 他的潜入都ok 还有最后一赞的 我喜欢开头的主题曲 纯音乐 够妻缘 都可以带到的气氛 好 接着是弹的了 小小弹多多脆 其实 渣鼓是酷的 他之后的7、6神立体 就是左臭右拼那一部 就可能怪少少 他加了两只 就差点 还有这个白色高达 我自己个人感觉 是很糟糕的 他又不是去到 最糟糕的 两片酥那只 但也不是漂亮 我特别留意到 他可能这个腮位就胀了 差点 最后有哪个位置出问题呢 我觉得好像 贴膠布 不同地方贴一些口厚的膠布 那就有点糟糕 有时我在想 老外参与那方面 始终就是搞和了 日本仔原来的设定 如果可以的话 给日本仔 渣鼻 就可能会好一点 但这次 你始终 在Netflix化的时候 可能 左胶那方面 或者 鬼佬插手那方面 怎么也有少少 是过了火位 不是日本仔的高达 感觉 所以这个白色恶魔 我就觉得有违和感 整身都是胶布 199 还有第1集 有点大外元素 其实有些师兄 都会讨论 有些人觉得 很外眼 有些人觉得 很小而已 在我角度 突然令我很出气 我给一个例子 第1幕 围着火取暖 你就是要加个角色 是哪里的 Lady boy 我不知道为何 就是出一出果幕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出一出果幕 你都忍不住 你又派 但是我又会问 你为什么要加个角色 有时就是这样 你经过一些 荷里活的时候 即是左胶的元素 他一定要有黑人 一定要是 女英雄做主角 是女英雄救世 是黑人救世 白人那些 做白的 做mechanic 做为收工 或者那些白人 老饼 做个白痴的基地将军 最后做错决定 都是要一个女英雄救你 那 我们看到这个疑分法 暂时没见到一个 白种男人英雄 在6集的电视动画里 我没见到 但这也算了 总是有些少少 阻碎的 他又不是去得很过分 但是我会觉得 突然间这么闻眼的 差点了 很不适合的 不过这些都不是最败笔的 最败笔是有些位置 例如他的面很胶 动作都很吓人 很不真实 我特别留意到 有时你close up 的时候 是ok 但有些镜头拉远的时候 突然间那个人很胶 或者是双眼无神目攻外制 例如第2集的女主角 在一个渣鼓里面 坐在一起坐在机 聊天 眼望远方 双眼无神 好像吃了药 跟人对答 很奇怪 又或者去到第3集的时候 那个老mechanic 大家一起七除八臭 砌回来两只渣鼓 当然是 他是镇臂高呼 但是他说的 那个 配音 和镇臂高呼的时间是不适合的 就是这个人物的动作和对话 不自然的 眼神又不自然 刚才说了 你又交样 人又交 有时动作又交的时候 很令人出现 很难投入的 所以就算背景画面有多漂亮 背景画面有多漂亮 蓝天白云 北欧的小镇 褪魂拜 一片草原 你背景有多漂亮 但是人们有时交 独作交 和说话不配合 这些是很扣分的地方 所以就刚才的引言所说 有些位置很正 但有些位置又很差 那我極其量 最多都是6分 有时的电脑动画 因为电脑生成的时候 我不知道有多少靠AI 其中有一幕 他人都很胶 很硬 人都好像机械人 那样 当两个人相拥的时候 女主角和老美科技相拥 我很留意到 大家是 好像一构铁 两个Terminator 插在一起 你是有距离 很奇怪 你的手 然后就卡住了 抱住了 那是不合理的 你人应该是 柔和又远 有时的女性 应该是抱一构的 好久没见你了 真是好了 好像不懂得跳射交部 踩到对方 好怪 你这个年代 你的电脑动画 还是停留在 十几二十年前的那种感觉 是很败笔的 搞什么 至于另一个问题 就是机体战斗力的调整 能力值的调整 可能不是那么稳定的 去第一集的时候 白色恶魔根本是无敌的 但是去到第三集的时候 就算有了急冒 能力好像削弱了 但是同一时间 插鼓的能力提升 去到最后一集的时候 突然间弱化得很紧 很重要 当然你总有些位置可以解释到的 即是可以说 白色恶魔的驾驶员都是年轻 经验不够深 女主角 绿机红渣鼓 始终是有多些经验值 虽然它们没有光速武器 但是斧头也有光速包着 老虎那把刀贯穿到 也不能勉强解释到的 老虎那把刀贯穿白色恶魔机体 也可以勉强解释到 所以这个不稳定 令很多师兄很难投入 而且每一集 都有一些 敗筆的 剛才第一集說了一點 無端端的一個lady boy 第二集 敗筆的女邊 你明明是潛入女隊長 你面上有個自護的紋身 你是何來的潛入呢 我想問 你已經擺明居馬我是自護 那是很白癡的 那些人次 有沒有真的想清楚的 這些才是笑爆人的罪 第三集 他們說用一晚 按動畫一晚加多一天 砌兩隻渣鼓 你說是砌模型嗎 砌模型拍片 然後就分享嗎 這方面有點搞笑 明明你是 一個望遠鏡的距離 你看到白色惡魔 但白色惡魔遲遲都未來 當然你可以說大家賭運氣 他真的未發現到你 最後才發現到 可能是這樣 但這些位置又差一點 令到真實感大減 所以這些位置又差一點 第四集 又開始有左膠上路 明明在渣鼓 他們可以同時 KO吉武和高達 誰知道女主角說 收手 我們不要向手無寸跌的駕駛員開槍 蛤? 神經病 你怎麼知道他手無寸跌才第一 你不讓他突然反咬你一口 有時戰爭無情就是這樣 你不知一下不開槍 下一下就別人開槍 那一刻你突然間那麼膠 又是突然間有靈魂出竅 你有沒有搞錯 我一粗口都來了 很怪的 那一刻你明明不斷放射 我就是要先射牌子彈 艇 真的很奇怪 說不通 之後 有一個很膠的場面 就是基地的將軍 很沮喪 因為剛才白色惡魔尼大肆破壞 然後有一個老鬼的mechanic 本來跟他吵架 我現在鼓勵你 不要不開心 你仍然是一個將軍 鼓勵大家 給大家有希望 你遲些回到太空 有些像什麼呢 我覺得就像紀安 去安慰大雄 我們是好朋友來的嘛 那一位 好鬼膠 真的很噁心 很肉麻 究竟是否給大人看的 這套動畫 還是給年輕人 現在叫多拉阿夢 以前叫叮當看的 大哥 給小孩子看的 好了 一起努力吧 不要哭了 不要不開心了 大家都需要你的 嘩 大家都需要我的 嘩 不行 很不行 即是明明有這麼寫實的元素 突然變回一些白癡低能的東西 那不行 又扣分了 其實還有一個角色 例如Medic 救護兵 一應都是膠 無論你是自護也好 地球聯邦軍也好 我都要救 其實就像Hexoric 2016 第二代的蜘蛛俠 他是飾演美軍 但是他是基督徒 不殺的原則 他不開槍 被人罵 被人笑也好 他也不開槍 他寧願做一個被人笑的急救兵 在決戰 決定性的一幕 那一刻 他就不斷救他的同仆 笑他的同仆 不斷救他們 同一時間也救了一些日本的雙兵 不分敵我 我的情操非常高尚 其實我就不覺得這套電影膠 但是你現在有這樣的角色 在這麼多的膠仁 膠棉 膠行徑 我覺得膠上膠 又是很不行 真的不行 很可惜 我分數大概已經給了六分 其實喜歡與否 很多時候都是釋除尊便 我的比分是純粹給你參考 但是賺的地方 我覺得真的值得賺 但是彈的地方 又真的很值得彈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分享 請like share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拜拜